嗨,大家好,我是鞋底 昨天自己理的发呀,还好我有个推子 不然的话,我要在这儿花巨子理发了 我现在是走路去找鱼哥 鱼哥昨天晚上12点多钟到达墨尔本 从斐济过来嘛 在那个市中心附近找了一个酒店住下 距离我1.6公里,我早上走路过来 先去跟他会合 然后我俩还要再商量一下线路 因为我们两个准备组队自驾游 就这家 一个城市酒店 还行啊 这墨尔本的这个市区住宿 真的是贵得离谱 就这里 还不错 我一进来就看到你这个背影了 我还想那是谁的 你换了这儿衣裳 对啊,正冷啊现在 我在那个飞机穿的都是短裤 在这儿来了之后 我下飞机也是,我从达尔原飞过来 没把我冻死 你在哪儿啊? 我? 我们在这儿,我们大概是在这儿 这个叫做Spencer Street 这个叫做Finder Street 哇,你这还带地图这样子研究的 我带地图 你怎么怎么走 没法走 你是在,我估计 你以为你是在那个Flexstuff的公园附近 啊,我在这个公园大概就在 就在这个位置吧 这个位置吧 大概在这儿 大概在这儿啊 经过Tang之后 就是Tangho看到了吧 啊,然后呢 从这儿下来 然后这么走 这么走 这边是它的 你想去这边吗? 这边是它的重 你知道澳网吗? 啊 这就是澳网 问题现在没有啊 只是看看建筑 看看去 然后在这边看完它的体育设施了之后 然后渡过这个桥 看到了吗? 这个桥走到这边来 这边是它的Potonic Heart 就是那个 它的一个皇家的一个 一个植物园 叫Royal Photonic Garden Victoria 可以在这边转一转 鱼哥还会做一个这个城市旅行计划 我感觉他才是旅游博主 我感觉我都不算了 你住这儿一天多少钱? 五百六百 五百多人民币是吧? 那还行 比悉尼便宜点 悉尼要一千到一千二 要死啊 悉尼很贵 太贵了 而且那还是很差的贵 就这个水平在国内也就是个 168 这个水平在西尼的话 可能要一千五 在悉尼 在国内就是168水平 国内也就是168 三百块钱 那个 悉尼的酒店是我见过的最贵的 比纽约都贵 那我开车可以略过悉尼 你在郊区住可以 对我郊区 我住的市里面很贵 我没有车 对 车的话 车的话我刚刚跟你说 他说估计是星期四星期五 反正只要能拿到那个RWC 我现在延续到了星期五 如果你能星期四拿到车 就是明天拿到车的话 咱们明天开车去转转转转转转 远郊 要不然你拿到车有什么意义呢 对对对 今天咱们市区 然后如果明天你能拿到车 咱们就去远 毛本的远郊 有好多好玩的地方 我也知道 有很多漂亮的小镇 好多漂亮的小镇 好多漂亮的小镇和好玩的酒 你说的就是这 这翻一下 好 如果你明天拿到车 咱们就明天去郊区 然后如果你后天拿到车 咱们就后天去郊区 或者如果说你后天很晚拿到车的话 咱们就不去了 好 但是如果你能后天拿到车 咱们就订后天的Ferry 去塔斯玛尼亚怎么样 就是坐船去开车去塔斯玛尼亚 我看了我看了 这个我蛮感兴趣 肯定的塔斯玛尼亚至少能赚三到四天 好好好 稍微等我一下 这是干啥 取钱 我们现在在Colin Street 好 然后Colin Street咱们一直向东 在这个 Colin Street 走到Town Hall 走到Town Hall 然后再向这边有一个Garden 然后呢 或者不到 到这个Garden也可以 或者不到这个Garden 往下走 往这个右岸走 然后再兜回来 好好行行行 这样的话 咱们最多也就走一两个小时 就可以回来坐你的这个免费车了 你坐完免费车的 没有 他就这个 宇哥 就那个 就那个市区那小火车 就是这个 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区域 就这个区域这样的转 都是免费的 都是免费的 对对对 这边有一个工地 刚才有一辆工地的车进去 你看 你看 他们这边施工真的是搞得挺好的 好了 施工车辆进来了以后呢 我们人在走 我今天就跟着鱼哥混 哈哈哈 中国工商银行 爱存不存 这是墨尔本的分行 哦 12年11月12日开的 可以啊 还签的名 这像是哪个翅儿 啊 像是一个翅儿 这是一个教堂吧 有可能 这是侧面 不是教堂 你看 他是奥西营堂所在的 这是老建筑 但是他不是教堂 不是教堂吗 哦 现在又热了 呵呵 你现在往哪边走你想 往这个热 我给你说往那边走 你会发现 那边店铺 呵呵呵 全是中国店铺 对的 这鱼哥来了 逮上一个好天气 哦 现在真的是好热 圣保罗天主教堂 始建于1891年 这工人们正在修管道呢 看对面 福林德火车站 这是个老火车站了 也是19世纪修建的 我估计当时应该是最大的火车站 现在的话 还是男士之心 对 我们进这个 圣保罗叫他溜达溜达 1963年到1967年 1963年到1967年的时候 大家捐钱重修了 重建了一下是吧 嗯 还行 我们刚刚进去 看了一个学生的一个什么点 我也没搞懂 他那个英语说的太快 我似乎一句都没听懂 应该是学生的一个什么典礼 福林德火车站 这是个老火车站 现在一般坐车都是在南十字心 这只是其中的一站 就是去哪 还有一个环线好像也要经过这 我们现在站在联邦广场 看一下这个摩尔本市中心的全景 刚刚那个教堂嘛 可以看到尖顶 远处的中央商务区 还有这边 这边这几栋高楼也挺高的 联邦广场 就在这休息一会 今天天气好 可以晒晒太阳 前两天都是阴雨绵绵的 这儿呢就是贯穿整个摩尔本的 这个亚拉河 这条河 它这个是从山上流下来的水 非常浑 一点都不轻 我估计这里边应该有鱼 因为浑水摸鱼嘛 鱼哥想问一下坐这个船 游览一圈 多长时间 多少钱 这一小时的游船啊 一个人是三十二块钱 我们考虑了一下 算了 这有个六十四块钱 吃饭多香 这个 搞不懂 艺术家这个脑子 我感觉它是想骗钱 看一下 这儿呢是奥林匹克体育馆 对面呢是板球场 好了 这就是著名的澳网公开赛的场馆 你看每个人这个环球旅行 关注的点都不一样 我呢就是 看哪个城市 哪好吃 你要说让我一个人 就是走路跑到这儿来 啊 这个吗 我查的资料 反正这边是一个奥林匹克馆 对面 对面有可能是 什么球 哦 这属于玉赛的场馆啊 那边是决赛的场馆 这个网球场馆 旁边还有一个人的这个 铜像 这就是 号称是 澳洲历史上最伟大的网球手 Rode Laver 生于1938年 然后什么什么 反正获得了很多的冠军 刚好走到郊区嘛 可以看一下 整个墨尔本商务区 这么长的皮划艇 能坐多少个人 十来个呢 它这一个仓库 里边都是皮划艇 估计是在这个 河上训练的 这就是单座 两座的只是 哎呀 啊 拍照 没事你拍行吗 搞了两杯咖啡 在澳洲这边咖啡价格还可以 一杯四块五毛钱 余哥以前在美国待过 告诉我澳洲物价比美国高 因为 我有个朋友他说 出国旅游啊 要是去发达国家 你先有个过渡 因为先去一些 就是不那么贵的欧洲国家 再去一下美国 然后最后跑到澳大利亚呀 然后那个什么英国呀 我认为美国的好多个物价 要便宜 便宜是吧 就是他们就说有个过渡嘛 我是从全世界最穷的那个国家 东利文 跑到这边来 全世界最贵的国家之一 澳洲的话应该是前几嘛 我觉得澳洲比美国贵 然后 然后我应该我从东利文过来一到达尔文 达尔文是澳洲物价第二 第一是扑斯 我到了达尔文 我都快吃不起饭 喝不起水的感觉 因为达尔文太贵了 因为那边超偏嘛 就是我现在我们在的墨尔本 都算是物价低一点 然后那个悉尼可能还更低一点 只是住宿嘛 住宿是吧 就吃饭各方面的话可能 吃饭 反正住宿肯定是比较高 吃饭差不多吧 我最近我在西尼吃的啥 我都不忘了 大哥前几天在西尼待了两天 我在西尼午饭吃的是什么呢 哦 我在西尼午饭吃的就是一个西式的那种 还可以 多少钱十几 也是十几 有没有十八我忘了 反正差不了太多 对啊 但是 普遍的住宿 就是酒店的价格比较高 接下来呢 就是我跟鱼哥一块组个队 然后在澳大利亚开车溜达溜达 第一站是 塔斯玛尼亚 就是我们两个可以把车开到船上 然后坐船 再到塔斯玛尼亚岛 那个岛我们两个估计玩三天嘛 三天嘛 三四天嘛 然后再回来回来以后呢 再向西 再向西去 我们两个应该是先去那个 对阿德莱德 然后再往那个中部走 中部走去那个看那个艾尔斯岩 就那个红岩 看完以后我们两个又得往回反 然后去波斯 就这样子 现在是这么一个打算 就这样子脏嘴一说就要将近五千公里了 因为澳大利亚真的太大了 七百七十万平方公里 两千五百万人 人太少了 今儿个早上呢 就是走走路 在这个河两岸半日游 好了 我们现在又过桥 准备往这个市中心走 这又在闹啥呀 把路都分住了 分路游行 这警察只能看着也没办法 这个应该是 他们这个新总理好像要砍树 老百姓不乐意 说这个烤拉的没地方生火了 你看拿了一个电锯 这样的游行方式很有意思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 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 谢谢大家